飞机的维修记录是怎样的 近期维修方面有发现任何什么问题吗 飞行员的飞行小时记录是怎么样的 然后事故发生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 另外想问一下 空难发生前机组有无和空管联系 然后又联系的话都说了什么 在飞机堆落之前飞机的基本能够完整 最后就是这个USNTSB的调查者 有被提名 想问一下中方会不会邀请他到中国来 就是帮忙做这个调查 谢谢 这位朋友的问题和我们孙世英董事长 这个高度相关 孙董事长你就就这个问题回答一下 好 谢谢提问 飞机呢当时是在平飞巡航阶段 第二个呢 东航呢正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场 目前航空运力比较充足 我们的安排检查也包括一些临时性预防性措施 我们想严格按照民航安全管理规定 有序开展相关工作 谢谢 刚才你提了一串的问题 他这个就他了解的情况 我们孙董事长就他所了解的情况进行了回答 我们的这个搜救工作和调查处置工作 正在全面的展开 下一步呢 我们会根据这个搜寻搜救的进展情况 以及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 及时的向大家